線路之聲 最後入閘飛輪閃耀 全部馬匹準備 倒档第三場賽事 三級賽1600米 獅子山錦標 全熱門是三 好 一起步的時候 大家都平排約出 外面位置北極光都幾快 再見到內蘭那邊有美麗同響 中間是永遠美麗 黃武那隻是線路之聲 後面兩匹馬分別是街運材 以及飛輪閃耀 跑了一段路程 接近12米斷柱 前面放出來的馬 外面位置是北極光 外面是線路之聲 永遠美麗已經咬著第三 內蘭第四是美麗同響 後面兩匹馬 紅眼罩飛輪閃耀 淺藍衫暫時電候 是那匹街運材 過一千米斷柱 前面放出來走二搭 外面是北極光 外面線路之聲貼欄 第三位就是永遠美麗 第四位外面美麗同響 飛輪閃耀暫時電候 是街運材 過了800米斷柱 大家的位置變動上沒有動過 北極光帶著內蘭那隻線路之聲 第三位永遠美麗 外蘭第四還有美麗同響 看到拿出外面 飛輪閃耀在最後的位置 淺藍衫暫時電候走入 是街運材 好 轉正彎入直路 外面傳上來是線路之聲 正在鬥就是北極光 外面永遠美麗 開始擺正堂太 開始追 再後多層 淺藍衫有街運材 裡面追上來還有美麗同響 走下去飛輪閃耀 最後200米 外面線路之聲中間北極光 外面永遠美麗已經追上來了 後多層還有美麗同響 外面街運材 接近終點永遠美麗 小小拋來後面的對手 跑第二名 線路之聲中間美麗同響 外面追上來是街運材 結果這隻永遠美麗 其實都贏得定 小小拋來後面 捧走獅子山錦 第二名接近 要拍的 線路之聲中間 中間追上來 美麗同響 外面是街運材 3號的永遠美麗 大二勝出 14元 跑第二名 4號就是線路之聲 似乎頂住 蔡明紹 1號的美麗同響 報名 2、3名拍照 第4名就是6號街運材 很靜路的賽果 看回第二名的照片 線路之聲 第二 美麗同響 那裡持了一些法力 第三名 就是追不上美麗同響 他現在很順的過程 沒什麼鬥口 追不上第二 好 永遠美麗 不負造網 勝出一場三級賽 說得不太難 那就對 說得不太難 爲了 應該要對 走到你 沒什麼 好 可以 來 也有 挺好看的 沒那麼位置 只有兩個位置 正常是你14個半min 10不零幾 Q 也是這條 但只有31個半 那次六十多倍 反而二 這次也不是自己主動 北極光走上來 他有北極光走 在裡面塞著你一點點 北極光是否要這樣跑 這次六十多年 這次的表演 他總是在這個領域 看起來不錯 這季度已經做了很好的 他每次總是向他領域 他在這幾個距離 他在這幾個距離 他已經出現了 他被迫過 他也被迫過 他還能夠維持 他還能夠維持 今天他只會 他還要維持 他還能維持 他還要維持 所以他還能維持 他還能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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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and Roxy 說那是 他們在巴黎 他還不夠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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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看 看看領域 上屆美麗同行 這屆是永與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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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多年 這屆是永與美麗 現在明年是永與美麗 中間正在打球中 配合 進行以後 中間 高度好 強度好 中間 中間 為何 改變 中間 出現 66 首席 領先洛富泉已經11場了 搭照 判斷一對寶貝也在 遮住了 在這領域內的角度上 我們要看一看 明天的妙子 最有趣的是 最好的 天然是 大陸的 被封面的 為一身其他人 為一身其他人 會訪止 大陸的 好,再一次恭喜勝出的馬主和騎煉吧 看回獅子山錦標的巡邏影片 早段大家出集都順利 你看到騎士都不想放頭擺在前面走 甚至蔡明肖也是順勢上前 外面潘明輝、北極光 一對美麗跟著他們 永遠美麗和美麗同響 美麗同響中段都有少少搶口 但步速不是慢 頭三段的步速和標準時間幾乎一樣 包括那對馬、街運財和紅眼罩的飛輪閃耀 關鍵是逐段逐段加快 頭四百可能真的慢一點 24秒77 不是很快 不過北極光其實也有少少想拖 不過他拖極都在那個位置 變成在線路之星的前面 線路之星塞著你少少 變成北極光走著移疊全程 那對美麗又有遮擋 美麗同響 早段都慢的時候 有少少頭轉一下 然後拉開就開始定了 因為頭四百慢一點 但逐漸加快 飛輪閃耀又繼續不行 宿程加上眼罩 可以的 那隻馬還是沒有形狀 街運財繼續在吸制賽上不上名 不過他還是追得近的 是 搬頓都一樣 一路開又一路 一路開又一路 一路開又一路開 一路開又一路開 一路開又一路開又一路開 那隻馬都很加速 嗯 大家都交回自己應該有的水準 蔡明少有分疆分疆分疆 沒有落邊 分解時間頭段24秒77 第二段23秒33 第三段23秒01 末段22秒23 總時間1分33秒34 比標準時間快五先